We'll find a window deep 北京时间10月7日 孙颖莎到底有多忙 看看她的赛程安排就懂了 休息时间不足24小时 就踏上征程 最累的就是她 中国大满贯圆满落幕 作为主场 国拼果然没有让任何一项冠军旁落 拿到了所有五个单项的冠军 但是现在比赛结束了 所有的国拼球员 却完全得不到任何休息 因为接下来 他们立刻就要出征8号进行的亚锦赛了 就像孙颖莎在赛后所说的一样 她和大部分的国拼主力 将会连夜赶路 星夜出征 就在赛后 孙颖莎接受采访时 直截了当地表示 她对于后面的比赛展望 那就是做好每一场 因为北京大满贯刚结束 明天就要出发去亚锦赛了 希望自己更好地投入到 亚锦赛的备战当中 这是沙沙赛后的原话 而实际上 国拼这次绝对是连轴转 目前亚锦赛的赛程已经曝光了 国拼女团将会在10月8号 15点直接出战 面对一个资格赛的队伍 同时男队则是在8号的中午 13点出战 面对伊朗队 更尴尬的是亚锦赛 孙颖沙 王曼玉等人 是1000%得不到休息的 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次亚锦赛 国拼在锻炼新人 男队还有个29岁的林高原领军 另外包括王楚清 梁静坤 林诗栋四大主力都在 周启豪也不算年轻 女队孙颖沙 王曼玉之外 这次一轮游的王毅迪也在这 但是她很不稳 另外的两个人是宽曼和石巡尧 你说就这套阵容 孙颖沙 王曼玉如果不上 你放心让04年的宽曼 还有01年的石巡尧上场吗 第一场比赛 一定会有老将上场压阵的 所以她和王曼玉 他们两个肯定是休息不了的 怎么都得上一个 大概率孙颖沙又得上了 男团方面谁是一单都不确定 不知道到底是林诗栋 还是王楚清 但是起码有人能分担压力 女队如果想保险赢球 那孙颖沙肯定是100%要上场的 这就是为什么打完王曼玉之后 孙颖沙完全没有庆祝 她干的第一件事 是直接瘫倒在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休息区 瘫在那好好泄了一口气 所以说国拼是真的很累 这个赛程真的很严酷 而且在7号早上到达阿斯塔纳之后 晚上立刻进行抽签仪式 第二天直接开打 中间留给球员 也就只能休息不到一天而已 这就是真正的全方位连轴转 最后本次亚锦赛 孙颖沙还确定将会肩三项 打女单 女双和女团的比赛 王曼玉同样确定自己要身兼三项 同样也是女单 女双和女团 孙颖沙要搭档王亦迪 王曼玉则是要搭桎曼 你说这是什么强度 包括刚刚在北京大满贯发挥糟糕的王亦迪 甚至要将四项出战 还好她淘汰得早 不然可能她会比沙沙和曼玉更累 只有樊振东和陈梦 他们两个人 由于退出了奥运会结束之后 国拼所有的五战大型比赛 现在反而成为了压力最小 最不累的那一个 有人放假能放三个月 有人却一直日夜兼程比赛 这可能就是所谓汉的汉死 唠得唠死了 这次中国大满贯 孙颖沙王亦迪组成的女双失利后 王亦迪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网报 大量沙粉集体围攻 这名国拼女将 那场面真的是难以用言语形容 不知道王亦迪父母看了这样的场面 该有多心疼 说实话 对于沙粉的网报 大部分名人都不敢吱声 无论是央视解说高汉 还是其他国拼前辈 因为这些人也曾被网报 所以面对这样的场面 大多都是明哲保身 不过 许昕在直播时站出来了 替王亦迪说了公道话 并劝孙颖沙粉丝 别网报王亦迪 许昕直播间原话如下 你们沙粉在我直播间怪队友 怪队友 王亦迪 的人 队员 孙颖沙 自己都没怪队友 你们在这怪队友干嘛呀 何必呢 对吧 你天天怪这个队友 人家以后觉得 哎呀 你这个名气大 流量大 粉丝多 我不敢给你配了 我只要打不好 我就挨骂 那换一个 再换一个 再打不好再闹 到最后就眉眉地打了 对吧 队友都是互相信任的 谁都有打好打不好的时候 这很正常 许昕接着说 我们这个直播间 就是给大家树立正能量 你觉得还不够正 那你找一个正面的看 对 你说都是一个对的 哎 你们可千万别在这造谣说 说这个 我对孙颖杀不好啊 这个事情 我对孙颖杀好 就应该怪队友吗 在这怪这怪呢 真的 昨天没看嘛 就冠军都没有在那 指指点点地给人家说 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啊 天天给人家指指点点 也对 我都这样了 也被人家指指点点 也对 有权利 咱也有发言权 说实话 许昕敢这么说话 真的不容易 这样正能量的声音 其实很难 因为某种程度上 流量就代表了主流声音 而王毅迪除了承受 没有任何办法 逼着想说的是 就算王毅迪打得 有一万个不好 他也是孙颖杀的队友 哪怕杀粉觉得 王毅迪如何不配 他也是孙颖杀 生活里的人 而粉丝说到底 也不是孙颖杀 生活里的人 这样到处网爆队友 只能让队友们 都不敢亲近孙颖杀 北京时间10月6日 2024年乒乓球 北京大满贯大结局 国拼成功包揽五贯 整体的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五个项目的贯军 并非都是主力 由小将冲出来 林诗栋斩获男单贯军 陈信彤和钱天忆 斩获女双贯军 没有诞生三贯王 林诗栋是最接近的 可惜男双区区亚军 马龙决赛被逆转遗憾丢贯 但依然值得敬佩的老将 不管是不是最后一场 国际的比赛 本站的出色表现 依然留下了精彩的一幕 王曼玉也是遗憾丢贯 或许连续输给孙颖杀 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并没有完全放开打 而出现了一些手紧 想要打破 必须主动去攻 比赛有输有赢 本站比赛同样如此 国拼并非每个人都是赢家 主力或许种子选手 还是出现被暴冷 外协会被暴冷就更多 林诗栋成为本站最大的赢家 三个项目全部晋级决赛 最终获得两关一亚的成绩 说明了林诗栋单 双打能力的突出 当然 含金量最高还是单打 一路的对手都很强 有两场打到决胜局 尤其是决赛实现了大逆转 技术的先进已经打服了对手 他的心理素质也已经成长起来 19岁的年龄是非常难得的 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 下周的世界排名会超越马龙 而且这样的成绩 直通主力层了 也必然成为新的奥运周期 重点培养的对象 孙颖莎参加女单和女双两个项目 都打进决赛 女双亚军 不过女单确实还是很强势的夺冠 晋级决赛前的五场比赛 一共只丢二局 加上决赛输二局 仅丢四局丢冠 无论对阵外协会还是内战 孙颖莎表现都很自信 从容 技术能力差超重 今年前面连续两战大满冠 都丢了女单冠军 能够斩获这次的冠军 意义非凡 范思琪创造了大满冠的记录 一路从资格赛打上来 晋级到半决赛 首轮就把王毅迪淘汰 后面并没有给别人做嫁衣 一路发挥出色淘汰劲敌 最后输给孙颖莎 这个成绩也成为他目前为止 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 正手的进攻能力比较强 反手敢于硬碰硬 虽然想要进入主力层很难 起码会为后面获得更多的参赛机会 陈兴桐本次比赛 参加女单和女双 成绩都不错 女双搭档前天一斩获冠军 一路战胜主要对手 并且决赛击败了孙颖莎和王毅迪 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打出非常好的状态 女单上一路都是横扫对手 晋级半决赛 尤其是临风了徐校园 对她来说是很大的突破 以往打消球不太流畅 这场比赛 找到对付消球手的感觉 更主要的是状态很出色 目前 陈兴桐落选了亚锦赛和成都团体世界杯 主力位置有些危险 必须靠成绩来稳固 相鹏本次参加男双和男单两个项目 都打进四强 尤其是男单的成绩有很大的突破 高级别的赛事抓住获得好成绩 对以后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刚刚进入新的奥运周期 国拼会重点培养有潜力的对象 虽然21岁的相鹏不能算小将 但依然是值得培养的年龄段 这次的比赛非常抢眼 打出职业巅峰 展现出高水准的进攻能力 战胜了F勒布伦和莫雷加德 都是巴黎奥运会站上领奖台的 对他的自信心很有帮助 相信 后面国拼也会更强气重他 本次比赛 张本美和三项比赛 早早就被淘汰 单打一轮游 女双和混双都是止步第二轮 而且都是输给国拼队员 其中女单更是被合卓家横扫 完败给国拼非主力 真的是被打到无力反抗 原本她是国拼的最大劲敌 毕竟不久前澳门战赢了陈信彤 这次给她带来不小的打击 虽然王楚清和梁静坤 联手逆转拿下男双冠军 但男单止步第二轮的成绩 显然对世界排名第一的她来说是沉重的 巴黎奥运会也是输外协会 再次输外战 虽然因素很多 但连续成绩欠佳 带来的心理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樊震东连续退赛 或许国拼也在考验王楚清能不能扛起大旗 所以新的奥运周期 每战比赛都是国拼对她的考验 王毅迪身兼三项 混双和女双都打进决赛 不过女单惨遭一轮游 实属有些不应该 这两年的成绩整体不太稳定 年龄不占优的情况下 成绩就显得更重要 即使本次输内战也要引起重视 会影响掉世界排名 位置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 由于国拼的大获全胜 使得其他协会的整体成绩自然就比较差 几个竞敌的协会最后都是输给国拼 而且多场比赛还是被国拼非主力打败 日本最好的成绩就是伊藤美城的女单八强 以及男双八强张本志和男单十六强 张本美和更是惨败 单打十二人就有五人一轮游 韩国更是惨败 单打十二人就有七人一轮游 其中包括五位参加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最后成绩居然是老将徐校园的女单八强 李尚珠男单十六强 法国虽然勒布伦兄弟晋级男双四强 但单打成绩欠佳 大勒布伦一轮游 小勒布伦输给相鹏 包括女单的帕瓦德作为种子选手首轮 被秦于轩横扫 女单成绩最好就是原家男的第二轮 瑞典的成绩并非很差 但两位男单莫雷加德 卡尔伯格都输给国平小将 卡尔三斜杠法尔克 这对世界冠军组合更是一轮游